川普周一发推文写道 很高兴宣布 有德高望重的国家反恐中心主任 克里斯托弗米勒 代理国防部长一职 并立即生效 马克埃斯培已经被解职 并感谢他的服务 埃斯培在大选后 被解除国防部长的职务 并没有让外界感到太多意外 今年早些时候 埃斯培在一些关键问题上 表现出与川普意见相左 不仅抵制川普派出军队 平定黑命贵等无政府组织 在各地的暴力骚乱 更同意对军事设施进行更名 去除一些联邦标志和历史人物的名字 与屈从于极左势力的文化革命运动 在一些国际军事事务上 埃斯培也多次与川普表现出 明显的不同调 对于川普的决定 埃斯培对媒体回应 我尊重宪法为国服务 所以我接受撤换的决定 而民主党的众议院议长 培洛西周一表示 川普想要利用最后任职时间 对美国民主以及全世界制造混乱 然而专家分析 假如最终各州出现大命机的选票欺诈 管也管不住 州政府甚至整个党派都介入 而州权力又在欺诈方时 总统就必须动用到反叛乱法 这也是为何要在这个时间撤换国防部长 当州法和联邦法出现冲突的时候 联邦法取胜 所以这个反叛乱法 如果在各州若干州 它不予配合不予执行的时候 美国总统可以动用这个反叛乱法 动用美国的军队 其中包括他的这个 叫做六军 当然六军很多都不用动用了 你到国民警卫队就已经够了 那顶多就是 下面就是美国的陆军 我个人认为 借出ASPA国防部长的职务 在这个档口上 那就是川普在思考 这个反叛乱法的可能执行 他要为这件事情扫清道路 拥有共权力的总统 他必须有执行力的团队 现年56岁的埃斯培 2019年7月开始担任美国国防部长 任职时间不到一年四个月 是近几十年来 美国在职时间最短的国防部长之一 新台记者乔安综合报道